如果您有一种思想或者一个理念 想要传达出去会怎么做呢 明朝的皇帝明宪宗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他借助一幅画告诉自己的臣民 我会打造一个祥和稳定的帝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幅画看上去萌萌的 是吧 整个画面被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占满了 他盘腿而坐 笑容买面 憨态可惧 别着急 请你再仔细地数一数 画中到底有几个人 不是一个 是三个 中间的那个光头胖汉正面对着我们 手里粘一串佛珠 他的那张大脸和身体 又可以看作是两个人侧面相的合体 左边一人头戴道观 右边一人头戴方巾 两人相对而坐 各持精卷的一端 这样的构图啊 简直是绝妙 三个人的五官相互借用 合成了一张脸 胖汉呢 伸出的两只手 又将两个侧着身子的人 拥抱在了一起 显得超级友爱 如此有创意的话呢 出自明献宗朱建生之手 皇帝在画面上方亲自提写了拔文 说他的画呢 源自一个古老的典故 虎兮三小 画中的和尚是东晋高僧慧远 道士呢 名叫陆修靖 儒生啊 就是陶渊明 据说慧远法师在庐山的东陵寺修行 为了专心研究佛法呢 他给自己立下规定 以不出山 既不入俗 与纷扰红尘 我得保持距离 要是有客人来拜访我 不得不送的话 那呀 绝对不能超过四千的古兮 有一天呢 陶渊明和陆修靖来拜访慧远 三个人啊 谈得非常开心 天色渐烦 慧远呢 就送两人出门 边走边聊 意义不设 忽然间山剑里传来老虎的咆哮之声 三人这才惊觉 聊天聊得太热烈了 已经不知不觉越过了虎兮地界 这三个人呢 相视而笑 回首道别 他们三个呀 是如是道三教的杰出人物 彼此相知相弃 又都是旷达通脱的心情之人 后世呢 便把这虎兮三校的故事 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虎兮三校啊 象征着如是道三教 如何唯一的思想 是和谐社会的最佳案例 不过呢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有问题 陶渊明和慧远是同时代人 有可能见过面哦 可是这个陆修靖呢 年纪要小得多 慧远法师原济的时候 他才是个十岁的孩子 可是咱们中国人的想象力丰富 只要情节好 意义好 就会被津津乐道 谁会跟故事较真呢 明宪宗的一团和气图就是 虎兮三校图的漫画遍体 它呢是在成画元年 也就是登基后的第一年 绘制这幅画的 年轻的皇帝啊 想借这幅画 告诉自己的臣民 我呢会进一步推进三教合一 让我们共同努力 打造一个相和稳定的帝国 这位皇帝陛下 懂政治 通艺术 还很有一些幽默细胞 所以呢才能设计出 这种三合一的独特构图 一种思想 一个理念 应该如何传达呢 通常呢 人们都会借助语言文字 但是一团和气图 它提醒我们 图像也是传播观念的好工具 不知道呢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苏州桃花屋的 一团和气年画 画中呢 虽然只剩下一个大火宝 可是你看 它那张开口大笑的胖领 拱着的背 盘着的腿 还有胸前展开的一轴手绢 现在你知道 它是从哪来的了吧